今天又是神奇的一句 神奇的一句 我也太意外 但是你说现在在 是在上学的吗 是啊 实习 哦实习 我说了 小贺来来来 来采访你 知道的是我也吓过一条 你是学校有这样的认识吗 就是我们九月大卫生电影节的时候 我想找一个大卫生来做主持 就找了他 结果主持得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要跟他 再过来学习学习 断领断领 一直过来实习 你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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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电影报道 我是贺俊林 今天我们也有心邀请到了歌曲的演唱者 华晨宇 欢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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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华晨宇 好 谢谢 你那采访一下 你作为第一次 作为第一次主持人 其实还好 因为采访你 我就不太紧张 那我也很开心 很专业 真的吗 我觉得很专业 真的很意外 原来你的那个 叫什么 就是波音的 谢谢 谢谢 这是你的第二次采访 然后评价一下自己的表现 还行吧 虽然这是我第二次采访 但是你要说 一个人采访别人的话 又是第一次了 就是像这种 这种度的把握上 还是不太够吧 我怕我一说 我要是 说多了又怎么办 说少了又怎么办 我就会顾虑 这就是经验不够的问题 说来很奇怪 今天 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就是 今天居然不抖了 是一件非常值得 这个 夸夸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单独采访 好像也没有想象的 那么 就是 紧张 可能 可能是因为 采访了一个 比较熟的人 觉得还是分人 所以说我之后 还得 再去 多磨练 多练练 自己也要找 别人的这种视频 再多看看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很喜欢 花生语的歌 然后得知自己采访 自己很喜欢的歌手 是什么心情 人都懵了 我还跟他开玩笑呢 我说 我说你以后演电影的话 我来采访你 他说还早晨呢 结果 他还没演电影 采访到是先采上了 我就觉得 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